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明朝的最新一次测试刚刚结束 我们也收到了来自漂泊者们的无数反馈 相信大家也都很好奇 这一次测试结束之后 明朝的开发情况究竟如何呢 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一次特别通讯 希望和各位漂泊者们分享明朝的最新开发进度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要代表明朝全体开发组成员 向所有关注和喜欢明朝的漂泊者们表示感谢 所以呢 今天我也很高兴的和大家宣布 截至目前为止 明朝的全球全平台预约正式突破1600万了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漂泊者们的支持 那同时也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 我们也将正式开启明朝预约里程碑活动 为全服玩家送出丰富的预约里程碑奖励 奖励内容包括 背壁 高级共鸣处记 新生之外 还将包括 象征着漂泊者们在明朝世界的旅途正式开启的 几旅印章启程 以及最终达成里程碑将解锁最终奖励 20枚晃升窝纹 关于预约里程碑活动的详情 大家可以在明朝官方网站正式更新后 前往查看详细信息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深海 深海应该是这一次测试当中 我们收到最多反馈的系统玩法了 在测试中 我们得到了大家对这个玩法的诸多肯定 但同时 我们也收到了一样多的意见和批评 所以我们现在来聊一聊 深海系统和养成方面的优化 我们的调整方向 是通过各方面的减负 让大家的深海收集与养成有更好的体验 首先 关于大家都十分关注的深海无法回收的问题 我们将上线全新的数据融合功能 漂泊者们可以通过这个全新的系统 将多余的深海转化为新的深海 漂泊者们可以通过数据屋 进入我们的数据融合界面 将多个多余未强化的深海进行融合 深海在融合之后 系统将根据漂泊者数据屋的等级 返还给漂泊者们至少一个随机深海 关于深海培养方面 我们还将增加调鞋器返还的设定 经过升级和调鞋的深海 被用于其他深海升级时 系统将根据深海的培养情况 返还一定比例的调鞋器 同时关于大家反馈无音区产出过少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在上一次测试中进行了更新 现在大家通过无音区产出的深海和深海培养材料 都有更加可观的提升 以及我们还将在未来优化复刷无音区的时间限制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异象深海 我们很高兴大家很喜欢异象深海的设定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的反馈 比如说好不容易得到了异象深海 但是属性不是我想要的 用不上很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将上线全新的功能 当大家收集到某一种异象深海时 即可将该异象深海的外观 装配到所有同类型的深海上了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辛辛苦苦获得的异象深海派不上用场 当然 关于深海系统大家的反馈绝不止于此 还有很多体验方面的细节问题 这里没有一一举例 我们也将持续对深海系统的各项体验和数字进行优化 让漂泊者们有更好的体验 游戏剧情演出和任务流程方面的优化 这也是测试中大家反馈较多的部分 在测试中的剧情和演出流程上 确实存在细节打磨不够的问题 但同时 这恰恰是游戏体验最最重要的部分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优化成果 首先 和大家介绍一下后续剧情流程上主要调要的方向吧 我们将对目前的剧情线进行重新的梳理 包括优化任务流程和台本细节 在任务流程和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配置 让大家在前期的剧情任务中有更加舒适的体验 举个例子 在优化后的剧情中 漂泊者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情况 比如提前见识到未曾谋面的敌人和威 关于在过场剧情和角色对话中 一些镜头调度较粗糙 角色没有动作表情和口型等打磨不足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启动了针对性的持续优化 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些已经完成的优化成果吧 在这几段剧情对话中 我们重新为过场剧情配置了镜头 并为角色增加了更多的动作和表情 让剧情体验更加舒适 我们后续也将持续关注这部分的优化 包括主线剧情和重要剧情中角色的配音和动作的完善 对了 迎铃的半星任务也已经完成了制作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点线索吧 在迎铃的半星任务中 漂泊者们可以和迎铃这个一阵一邪的寻味 展开一段紧张刺激 惊心动魄的同行故事 更多信息 这里就先卖个光子了 敬请期待吧 说完了深海系统和剧情任务流程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模块也收到了许多的反馈 那就是我们的声音效果 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优化进展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们对包括角色战斗音效 过场动画音效 深海技能音效等在内的音效进行了优化升级 不如直接来听一听吧 好 该退场了 差不多该结束了 我们也对过场动画的演出音效进行了大量的优化 当然 这朵擅长 这样用吗 这朵擅长 这样用吗 另外还有一个漂泊者们关心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有了全新的进展 明朝的手柄支持 以及自定义建位功能 我们也已经基本开发完毕 同时在此基础上 我们也将持续打磨明朝的操作手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